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之前有大家分享的Katina的缘曲和Katina庆典的意义 还没观看的可以说说是名称观看哦 那Katina庆典和故事有什么关联呢? 想要完成故事又需要什么条件呢? 今天视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Katina 与故事 语言之间结束后,在家信仲会为出家中举办Katina庆典 并在庆典当天供养Katina1 口称功德1 及四季区衣食主要 故事可分于个人诗与身家诗 相交于个人诗,身家诗是更为殊胜的故事 因为故事的对象是整个生团 供养Katina1是庆典中的重点环节 也是行身家诗的难得机会 诗诗句是深重与尼重的日常生活必须品 供养诗诗句,以出家众间接中支柱 他们休息繁星参定与智慧 这将成为故事者修行解脱非常重要的学术性的资料 要完成故事需具备什么条件呢? 施主即是故事者 事物即是故事的物品 受者即是接受故事的对象 故事师即是想要故事的意愿 没有记住以上的四个条件才示威一项完整的故事 正如佛陀时代给故度长者 即匹瑟区 也就是这两位对三宝具信心的施主 每天都各布施两千身中的食物 其他的在家的施主也会依据各自的能力 做出故事给一位十位乃至百位的神中 这是当以上四个条件都具备才能完成的善情 因此让大家是为卡蒂娜庆典故事师也可以一起哲习 这个是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卡蒂娜与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今年2021年法医卡蒂娜庆典将在11月10月线上进行哦 欢迎大家前来参与和学习 我们先上见 Sa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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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ud